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一条圣会是我们无法遗忘的 它以神秘莫测 变焚无穷的魅力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那就是2009年在北京举行的第24届世界魔术大会 本届世界魔术大会是自1948年创建以来 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 成为了中国观众了解魔术文化 和内外魔术师相互学习交流的重要契机 对于没有到过中国的魔术师来说 北京是个充满神秘的地方 你好 你会说中文呢 说得很好呢 a littl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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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mera an little a littl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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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不上學の和課 一教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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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去 剪断了 这块儿可能有胶还是什么的 我猜的 没有 我看这个签就要 I make a knot I make a knot OK 打个叠 好 Here It's not exactly in the middle But you can see I can move it 那个扇 就是让那个手本来是一样成 怎么上面就这样 And then I take this 世界魔术大会 对于普通的中国人 可能并不熟悉 但是 与电影哈利波特中的 霍格沃茨魔法学校一样 它可是全世界魔法师 心持神网的地方 因其从不对外开放 所以更为神秘 您不知道吧 在众多的 来自六十多个国家的 不同肤色 不同语言的 这些魔术大师当中 有来自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三位女魔术师 她们都分辨来自哪呢 跟随我们的镜头 一起进去看看 您就知道了 走 徐凤美 1986年入 他创作表演的古彩戏法 女子古彩秀 获得中国杂技金举奖第二届全国魔术比赛金奖 第二十二届蒙特卡洛国际明星艺术节 银魔放奖 这次魔术大会 该节目作为表演项目 再次向试能展示 我这次演的是古彩戏法 我给她改名为女子古彩秀 金玉满堂 希望我的魔术不仅是观众喜欢 更希望金队的战友们能够喜欢 作为这个开幕式的嘉宾表演 那这次呢 咱们世界各国的魔术师到这里来呢 真的是也是展示咱们中国的技艺 当然作为我来说 也是学习到很多 这个世界各地不同的这些艺术的门类 还有不同的魔术的类型 所以说我觉得这次盛会来讲 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也是学习到很多东西 我希望以后呢 这种艺术创作当中 我也会加入很多 为部队官兵服务的这种元素 还有呢也会创作出很多军女题材的这种魔术作品 先给官兵们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赵玉莹 2003年入 她创作并表演的善武新运 首获中国杂技金举奖第二届全国魔术比赛金奖 2006年在第15届法国金戈国际魔术大赛 获金奖 全军第8届文艺会演一等奖 这次魔术大会 作为展演节目 善武新运 再次获得热烈的掌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次20年北京世界魔术大会 中国参加开幕式的魔术师和参赛的魔术师中有一个特点 就是女魔术师很多 而且很优秀 那么其中有很多是部队的魔术师 你像武警文工团的徐凤美 二帕文工团的赵义莹 还有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沈娟 这都是部队很优秀的魔术师 他们分别参加了这个世界魔术大会开幕式的表演 还有一些参加了比赛 你像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沈娟和这个魔幻天空工作室的傅延东 汪延飞他们合作 这次参赛的大型魔术叫青花神韵 这个在比赛中我看反响还是非常好的 沈娟2002年入五 他创作并表演的魔术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一面试就在中国杂技金举奖第三届全国魔术比赛中获金奖 2007年经过改版的万子千红 在美国魔术师协会魔术大赛比赛上获得冠军 与徐凤美和赵玉莹不同的是 万子千红除了在本次世界魔术大会上向世人展示外 沈娟还与护眼东和汪延飞合作 青花神韵参加比赛 争取在此于世界舞台上摘金薄银 我觉得我每次参加都是一个老的节目 他说的是我觉得元素在里面 其实我一直在守着一个 就是我几个参加的都是花儿 但是你每一次参加也有新的技巧在里面 你要有一个创新点 所以我觉得一个节目可能做一年两年 可能都不会成为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东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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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参赛的节目多 门内广和水平高 所以只有在这里 获得荣誉的魔法师 才会得到业内承认 因此拥有这里的奖杯 才是获取世界魔法师 顶尖荣誉的晋升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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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魔术大会 真的是让我们领略了世界上各个国家 这些魔术大师的神奇表演 其实看到他们的这些梦幻般的表演 我们在惊叹之余啊 但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现在我只有一个想法 那就是赶快找到沈娟 问问她这魔术的奥秘到底在哪里 不知道她会不会告诉我们 我觉得你们真的算有幸了 因为这个大会基本上是会员制的 就是如果你不是魔术师或你不是爱好者 你是进不了这个环境的 因为她不像对任何人没有保留 包括道具 包括你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内行 所以就因为你们可能有一个特殊要有一个这个证件 所以她会给你表演 所以她会给你表演 会讲解你 会教你一些东西 这就是魔术这个圈里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一个氛围啊 这个魔术师绝对对神秘 奥秘之所在是不会轻易告诉人的是吧 我我我自己是这样的 这就是魔术师绝对神秘 把音乐舞蹈和魔术结合起来表演的这样的魔术师啊 目前还很少 但是我们空军的沈娟 确实用这样的三种艺术文体来展现她的魔术艺术 但是现在沈娟啊 又有一项新的创新是什么呢 她把我们中国的国粹金具艺术 也融入到了她的魔术当中 沈娟是怎么会想到把这么多的这些艺术元素融入到她的魔术当中呢 这还得从沈娟的特殊的经历说起 俗话说 有心灾花花不成 无心插柳柳成荫 当初小沈娟并没有学魔术 而是作为两个哥哥的陪练去了异校 几年下来 两个哥哥没有坚持下来 而小沈娟的记忆却日益渐长 取得了娇人的成绩 我跟你说 她练杂技的时候 高车踢板 上车 在我们她衣服小院里练 你这有多狠啊 上不去就打 下来 上不去下来 夸张 我爸从来没打过我 打上比摔着还疼 是 我也心疼了 那高车 车坐了 把她当里 扣的东西 在异校学习几年后 小沈娟开始在国内杂技界 展露头角 就在这时 爸爸的一个决定 改变了她的命运 我最早在宁夏 我是进入异校 是学杂技 我那时候还很小 我们那时候 不像现在 这种空间特别大 自己可以选择 真的是父亲 觉得他很喜欢魔术 然后他刚好认识一个 一个退休的 一个魔术老师 就这样有一个 这样的关系 后来那个老师觉得 我看起来 就是蛮聪明的 就是学魔术 可能会接受得很快 就这样慢慢走入 这个魔术的世界 我跟一个代老太子 说代书分 我们都是老干部艺术团的 他是变魔术的 我就跟他说了 我说您能不能教我粮手 我到时候亲戚朋友 我吃饭桌 落了鼻梁 闲闲击击击不过 你这岁着还学着干嘛 说你有儿子归女没有 我说有 他们在哪上什么学呢 我说没上学 在咋地板 那正好我们就带他来吧 我就把他带去了 我爸以前确实他是 应该是中国清剧院的 所以可能我骨子里 有做文艺的细胞吧 应该是有一定的遗传 他们老说 唱五声的 过去就 唱五声的 翻跟斗的 那您今天怎么样 给我们露两手行吗 行了 他一会儿露下去收住了 爸 您就像蝎子 太棒了 人呐 他真的练 每天都在这样练 太棒了 我觉得您这个突发奇想 把京剧家的魔术里边 还是有父亲的一份功劳 有他影子的 那有些神呀什么的 我爸爸在家里会帮我抠 这个呢 你刚才他说了 这我老念头 现在我也念头 我说你要把你这杂技 高车踢碗 从我再盘牌 那可以 我老给他提的 那个领北也是 身上也是 我说你要把精细 都也穿了一点 那就不一样了 比站那变强多了 把国粹金具艺术发扬光大 是沈军一直以来的愿望 这也形成了他 魔术作品的风格 但是他当时只是我的一个业余爱好 没有一个要把它逼入一个长久的一个职业 但是没想到会走这么长 会走这么远 可能人越是没有负担的那种 那种 环境下吧 你的身心就会很舒展 不是会很大的压力去搞这个东西 从杂技转行魔术的沈娟 凭着对魔术的热爱和灵气 依托杂技的艺术基础突飞猛进 很快在魔术舞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2007年 他获得IBM美国国际魔术师年会比赛金奖 同年获得IBM魔术师年会比赛第一名 和最受观众欢迎奖 我在魔术序里面我觉得我是一个低产演员 就是不是像人家好多魔术师 就一年会创作很多新的东西 或是说演很多节目 但是就是印象都不是很深 就是过眼与烟一样的 但是我是会守着一个作品 把它搞到完善 搞到精品 所以每一次获奖都能拿到金牌 可能是因为它真的侵入了我所有的心血 每一次都在想 怎么样能够在这台晚会里面 这次比赛里面会有一个亮点 就大家一定会记住你 形式上 就是包括你的设计 形象 音乐 我都会花很大的心思 做很多的功课 从军七年来 沈娟虽然在舞台上风光无限 引人瞩目 但是她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军人 经常下基层 未论 用魔术带给战略了更多的快乐 沈娟说 这是她一直的心愿 因为我觉得一个军人 尤其你是部队的一个演员 你的服务的最主要的就是基层官兵 而且她每次看到你 就是我们团里去演出的时候 她们那种热情和她们那种朴实单纯 渴望的那种眼神 是激励我 我觉得就是在那个时候 因为她们演出的时候 没有名 没有利 没有什么任何的那种 就是那种叫什么 就这种服务以外的思想 就是觉得我能不能多为她们演一点 我能不能在我的节目当中 给她们带多带去更多的快乐 让她们有一些享受 漂亮 其实我们所有的魔术师和大家都是一样的 都是需要通过专业的训练才会变出来 不是有特异功能 所以一定要有准备 所以只要 我觉得在任何一个行业里面 只要你用心了 你都会成功 不是说只有我能成功或只有你能成功 但是你如果不努力的话 你再好的条件都不会成功 好 在这儿也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给我们沈娃儿做一个征婚 你今年到现在还至今未婚呢 电视机前优秀的小伙子们 展开你们猛烈的攻势吧 像我们这个 你 两个女人 今天啊 我很早就起来了 默默地收拾好 自己比赛用的服装 道具 其实说实话 今天这一天 是让我既紧张又兴奋的一天 因为我怀揣着 坦特的心情 踏上了去往比赛现场的路 网坡在哪里 网坡在那个灰箱子里 远点,两个洞楼都漏出来了 我们一天要开舌,洞楼都漏出来了 忙到现在 我们下期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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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